在今年4月上映的漫威主线大片《复仇者联盟3》,《无限战争》当中,电影向漫威粉丝预告了惊奇队长卡罗尔丹福斯即将现身,让许多人当相当期待首度登场漫威电影《宇宙》的惊奇队长,将会成为新的《复仇者联盟》主力。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角色电影《惊奇队长》的最新独家剧照曝光,这个女性超级英雄角色由28岁的奥斯卡影后布利拉尔森主演,外媒独家曝光了电影的一系列画面。 惊奇队长故事时间线设定为1990年代来介绍卡罗尔丹福斯的起源故事,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卡罗尔丹福斯穿着了带有90年代风格的蝙蝠,同时也手曝光了卡罗尔丹福斯穿上惊奇队长经典红蓝战袍的模样。 令曼华米相当兴奋,卡罗尔丹福斯在18岁时就加入美国空军,之后更一路在美国政府单位晋升,到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安全负责人。 在地球陷入两个外星人世界的宇宙战争之时,它在一次事故中意外与外星人的DNA融合,这让它因此获得了超人的力量、能量投射和飞行的力量。 化身高贵的惊奇女士,惊奇队长的另一套绿色制服,球德洛饰演的初代惊奇队长马特维尔·曼威尔,作为卡罗尔丹福斯的导师。 马特维尔会训练他使用他的新力量,两人之间也会产生情愫。 惊奇队长充满英气的空军照片,惊奇队长剧组特别让布利·拉森到美国知名的奈利斯空军基地进行参观和训练,让电影场景更贴近现实的美军情况。 由于电影设定在1990年代,饰演神盾局局长尼克福瑞的演员赛尿尔·杰克逊也透过电影幕后CG处理,让尼克福瑞在画面中直接年轻了25岁。 当时的尼克福瑞,双眼依然完好如初,同时他的神盾局好伙伴菲尔·科尔森也将会一同现身。 电影中的反派斯克鲁尔人首领Charles化为人形的模样,由本门德尔森诠释,这位反派会以地球人外貌,在神盾局进行卧底。 而斯克鲁尔人真正的原形则是第二张的绿色生物模样,第三张则是由Leishon Lynch饰演的顶尖空军飞行员Mirain Bolt。 他在军队的等号是光子,不仅是卡罗尔·丹福斯的好友,也是予有一个女儿的单亲妈妈。 2014年在银河护卫队登场的控诉者罗南,追寻者克劳斯也将会一起在惊奇队长电影中登场。 布利拉尔森也在专访中解释,军旗队长角色特性,卡罗尔·丹福斯就是一个狠做自己的角色,他咄咄逼人又会发脾气,对于任何事情都能迅速做出反应。 这让他在战斗时能够更加惊艳全场,因为他总是能够抢得先机,而不会乖乖在那里等待指令。 当然,不爱听命令对于某些人来说,可能就是惊奇队长的性格缺陷。 这部成为漫威第一部女性超级英雄solo电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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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